俄羅斯連環砲擊 俄軍加大對烏克蘭大臣赫爾松 和哈爾科夫攻擊 造成至少4人死亡 俄軍還聲稱拿下 烏克蘭煤礦城市布格列達爾 整座城鎮 暗夜中不斷冒煙燃燒 烏克蘭持續反擊 無人機再立攻 丟下炸彈擊中俄羅斯小艇 在河道中不斷燃燒 俄烏戰時不停 俄羅斯還放話警告美國 美俄雙方核無管控的 新戰略武器裁檢條約 2026年就要到期 屆時很可能在沒有替代方案之下結束 美歐持續軍援烏克蘭坦克 不過坦克需要兩到三個月 甚至六到八個月 才會運抵烏克蘭 專家警告恐怕坦克 投入戰場前 普丁就已經占領部分區域 並且宣布結束戰爭 佐倫斯基持續要求西方 提供更多重型武器 包括戰機和長程飛彈 不知美國拒絕提供F-16戰機 給烏克蘭 德國也重申不會提供戰機 但法國和歐洲則同意提供烏國炮彈 北約軍事委員會主席也指出 已做好與俄羅斯直接對抗準備 強調重整軍備 將成為北約的優先事項 北約秘書長則在訪韓期間 敦促南韓增加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 各國突然如此積極又快速 軍援烏克蘭 媒體分析是西方國家擔心 時間會站在俄羅斯那一邊 因此要試圖阻止普丁贏得 這場長期消耗戰 記者綜合報導 全天候現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磁磁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呢 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而且沒有污染 兒童孕婦呢 都是很適用的 哪裡可以買到水神深塵基呢 這是上我們的快點GO